我自己感觉到 我这个阳气就是不够 我能不能把这个生姜泡的河水 当然是可以的方法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其实大家有时候可能也在这样做 大枣 三枚 生姜 曲皮 一片 把它放到杯子里边去泡的河水 大家问了说 为什么要用大枣啊 我不泡枣行不行 我建议你还是泡一点吧 为什么 大枣味干 它是感味的 干味的具有着补益的作用 它入哪里 它入皮胃精 皮胃为气血化生之源 所以把大枣放到这个里边 一方面可以渐渐皮 互互微 让省气的那个地方 那个工厂运转正常起来 省的气就够了 二一个呢 配点生姜呢 刚才我们说了 生姜它味是饧味的 饧味的 饧味的具有激发 发散的作用 你看一个感味 一个饧味 合起来 叫心肝之味 叫做什么 叫做心肝化羊 也就是心肝的 心味和感味配到一块 可以化生阳气 是不是 如何养生呢 就是要符合中医理论的 去养生了 更多中医知识 点赞加关注哦